长远和艾伦这对兄弟情也很好客,他们对轮远CP的回应太戳人了,长远表示,他们会一直在一块儿,而且他们的感情不是演的,私下里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,并不会因为被组CP而疏远,彼此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,这样让粉丝怎能不客。 两季网冲浪的刘德华,采访记者说,他和刘青云时隔18年再次合作,观众都表示客到了,而且别说观众了,爱客CP的明星更是不在少数,狠起来,连自己的CP都客,说实话,看隐秘而伟大的时候,多少人客到了顾耀东和夏处长这对CP,李一峰都表示,自己看到CP粉描述的一些文字后,都觉得很有意思,还把自己给带进去了,希望他们的感情能成就一段时间。 每次看他的采访,都会被他这张嘴给笑道,谭剑刺就比较喜欢客一些,不太可能产生CP的CP,还看得挺来劲的,比较奇葩的是超越妹妹,她是内娱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客营销号CP的明星,还在这场三角恋中来回劝说,劝和,还挺能整活的。 宋祖儿还客起了自己和跑男导演姚PD的CP,两人一起接受采访,嘴边互聊,没想到,最后把自己给客到了,表情特别可爱,估计想客他们这对的观众更多了。 祖儿对于观众喜欢客CP的看法也很精准,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,她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到且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,这个解释是对的。 看到那么般配的两个人,谁不想让他们在一起,就像尹正说的,不客CP,真的会少了很多乐趣,客CP的那种满足感,有时候比自己谈,都要让人更快乐一些。 杨幂就在采访中说过,她会客别人的CP,还有过很多大胆的发言,但一旦别人要客自己的CP,她就有点不OK了,双标的让人无法反驳。